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2月18号的百革大事机 柔佛州选提名日在即 准备以西蒙旗帜上阵的陈信党 今天一口气公布16个选区的候选人 而公正党则将在明天宣布完整候选人名单 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 蓝眼会否真的跟大马民主联合阵线硬碰硬呢 两个党在一起分配谈判宣告破局之后 姆大主席塞沙迪就放话 不排除会在一些选区对垒蓝眼 对此 公正党柔州主席塞伊布拉辛就认为 这番话是恐吓与威胁 而公正党妇女主副主席法伊莎也指责姆大 是在对谈判破裂做出报复 更表示公正党也应该派候选人到穆大上阵的一席竞选 尤其是幽景镇州选区 至于为何会特别提及这个州席 这是因为公正党当地基层认为 他们早已经在当地耕耘多时 这个选区理应是公正党上阵的 但没想到上阵选举西蒙把它让给了土团党 这回西蒙三党在分配土团留下的一席时 又将幽景镇转交给陈姓党 结果陈姓党再把它让给Muda 所以就引起公正党基层的不满 而在柔佛56个州议席当中 幽景镇属于年轻选民比较多的一个选区 根据竞选门公布的数据 幽景镇是30岁以下年轻选民比重最高的10大选区之一 30岁以下选民占了36.76% 所以对打着年轻领袖形象的Muda或许是个优势 不过另外一位蓝眼领袖 也就是巴西古当股会议员哈森卡林 则措辞强烈的劝请诞生只有4个月的Muda 不要在喝奶的阶段就要吃饭 以免不能消化 虽然他认同赛莎迪拥有光明未来 作风敏捷又有勇气 但却提醒对方在激进的人也不会恐吓 或者是威胁反对党同胞 最后他也要Muda别忘记 共产党是从街头诞生的政党 遇到挑战绝不退缩 接着来换个焦点 华印混血妇女罗秀红 控诉三名子女被单方面改教案 闹得沸沸扬扬 日前他委托律师向三州宗教局的改教登记处 发出律师信 要求证明三名孩子的改教是经过他的同意的 倘若宗教局无法在一周之内提供证据 那就必须撤销三名孩子改信伊斯兰的事宜 对此玻里士宗教司阿斯里 昨天发布了视频承认 此事发生在2020年7月 当时当局确实是在罗秀红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单方面为他的三名孩子改教 但他强调波州宗教局没有处罚 我愿意告诉他们 另外阿斯里也说 波州宗教局没有强行带走罗秀红的孩子 也没有阻拦他们跟随母亲 而是这三名孩子不想跟随母亲回家 对于宾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指 罗秀红的三名孩子是被拐走 并强迫改信伊斯兰 阿斯里就炮红对方出言不逊 并警告拉玛沙米以及其他参与发言的行动党领袖 不要将此事牵扯到种族和宗教课题上 不过杜绝宗教和政治挂钩 也是人权律师西蒂卡新率领的独立行动联盟 所积极推动的议程 他们昨天公布将上阵来届大选之后 其中议员也就是马来精英 逾25成员的道菲伊斯迈 也针对罗秀红子女改教案 以及大马教育体制做出了评论 我认为能够成为能够发展 人们的能够赚钱 比较重要的 比较议员成为成为 仑士或仑士 在什么语言 有没有未来 在寄人到宗教 但有未来 让家庭你 和担保护你 第一,为什么我会谈到基督律 并不是关于基督律 而是关于基督律的基督律 因为我是 Malay 我受影响了 如果我没有讲解自己 谁会呢 Malay人应该知道 我们的权利亚被判断了更多 每天 为什么国家变成了双双 是因为这些人 这些人在实际上 这些人在实际上的信息 这是一个不不 你不能使用政治的信息 国家在下跌 因为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的教育和想法 进行政策 最后带你来关注 2016年轰动全国的沙巴水门案 今天出现新转折 面对146项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的 前沙巴水务局副总监张志康 今天获得法庭释放 但不等于无罪 地庭法官是在控方 也就是总检察署 接受被告现役 以及愿意缴交 3000万令吉罚款之后 批准控方要求撤销控税的申请 当年 本他会是在调查 涉及数以千万令吉的沙巴水务局 避案时 从时任沙巴水务局总监阿旺达西 以及副总监张志康的办公室 以及住家 搜出堆积庐山的现金 金饰和名牌包等等的财物 随后 提控张志康面对146项控罪 涉及金额大约3200万令吉 阿旺达西与妻子 以及前水务局副总监兼州财政部 技术及工程顾问林南炳 共面对37项洗黑钱控罪 涉及金额达6100万令吉 而总检察署今天也指出 现阶段无意撤销以上三人的控罪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事集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